大年初五,有不少人提前收假北返 国道5号北向及时路况一度显示紫暴时速低于20公里 而宜兰郊西市从下午3点开始回堵了 还一度回堵了3到4公里 高工局欲哭,明天初六的早上还是会有出油的车潮 而到了下午则是以北上的车流为主 如果不想一路塞车北上的话 建议您可以改走替代道路 又或者是初七初八再上路比较顺畅 出动警力白角追国道5号北上塞车噩梦又来了 大年初五,民众提前北返 大量车潮塞爆国道5号 从高处府看更清楚两线到归宿前进 这次廉价也比较多,那车油也比较大 估计应该也是会塞到半夜超过零点 26号下午3点,宜兰郊西市就开始回堵 一度回堵3、4公里 高工局欲哭,国务北向可能要跨夜到凌晨才会疏解 至于年初六,预期还是会有出油车潮 国一南向洋梅到新竹,彰化系统到浦岩系统 以及国三南向土城到关西,快关到雾峰 上半天还是车多 1月27号大年初六的车路况预报 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路段 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路段 在下午的时间是车油量比较大的 国一北向有四大地雷路段 尤其西罗到浦岩系统拥塞时间会比较长 而国三北向则是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塞车情况会持续比较长 国务也不排除北向路段依旧会塞到深夜 不想收价卡在车阵中 可以延后一两天北返或是改走替代道路 节省行车时间 记者早报道